应该是郑秦伦回休息室了 郑秦伦回了休息室 这样盘间休息的时间还会长一些 那我应该怎么形容上WC 换衣服这么形容 就是缓解一下呗 这个去休息室是允许的 每个选手都允许 包括叫一条暂停也允许 对吧 缓解一下呗 缓一缓呗 还是那句话不能怪过你 因为观众呢更多是 他不是 你觉得这个所有观众都打网球吗 我觉得打网球的人肯定知道 球场的礼仪 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 但是毕竟还是观众多嘛 对吧 是可能就偶尔来凑个热闹 决胜版比赛开始 还是观众啊 在看台上摇摆 一区的一发 谈网出界 就是你不能要求观众 一定会知道这个球场礼仪 就是这样啊 好 柯瀾上来 发了雙零比十五 是 当成逛商场 这话说的还没毛病 是这样 你以为随随便便呢 很自由呢 二区一发发进 整体能接过来 好球 这个接发球落点很深 造成了柯瀾呢 把球打到自己的场地上 这个接发球是 直接的给对手施加了压力 柯瀾呢 这个回接发的这一下有些狼狈 0比30 一区发外角 这个球呢 发下了某 整体能接发出界了 15比30 柯瀾追了一分 小孩多是吧 那这个毕竟 对 对 对 花钱来玩的 对 是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也是对的 就是 不能因为 这个看一场网球 我还要学球场礼仪对吧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柯瀾二区一发发下网 毕竟还是因为 郑秦文是 中国网球的顶流 所以才会吸引那么多人去看 二发发外角 郑秦文双反接过来 接发做得不错 看看底线的较量 柯瀾又是下全球 调动郑秦文 郑秦文 好球啊 柯瀾的双反直线呢 把球打出了界 这样呢 比分呢 是郑秦文40比15 逼出了两个破发点 还是那句话 就是中国办的网球的比赛太少了 中网一年就一次 对吧 那你说平时这球场不就空着吗 柯瀾的一区一发呢 被胡抱了出界 二发发追身 郑秦文侧身接过来 拉底线 郑秦文在找柯瀾的反手外 连续第二排 第三排 柯瀾的正手直线打出了界 丢掉了这个多拍较量之后呢 柯瀾也是送出了第二盘 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 郑秦文第二盘又是开场破发啊 关键是看后面自己的发球局 第一盘关键的技术统计 呃 郑秦文 飞手波15 9比7 S是1比2 双5 4比3 嗯 不算太关键 智盛分的两个人各有6个 1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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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女子比赛不就是以破发为主吗 对吧 第一盘 郑秦文是2比6 当然是职业教练了指着这个吃饭呢 肯定是职业教练啊 2区 打了场地内的碰到 打了场地内的碰到 15比0 对 第一盘吞了隐形弹 对 没错没错 2比0领先 2比0领先 让对手是连锥了6局 2区 发球值得 发了克莱吉斯科瓦的这个内角啊 克莱吉斯科瓦的这个内角啊 克莱吉斯向右侧移动之后 这排科党揭发呢 打下了包 15比15 差点说这个 医区内角的S来了 30比15 电视台看不上这种小比赛了 又是发球值得啊 应该是发了外角 克莱的反手呗 克莱呢 这个球打到了自己的场地内 40比15 现在呢 郑清文是拿到了两个局点 不行 太卡了 1区内角方向的发球呢 发长了 500分 发对方反手呗 克莱接过来 又是下选球防守 这个球啊 克莱太有经验了 正手的下选球一款 来 呃 郑清文呢 向前上步之后 正手直线这一拍呢 打下了包 太有经验了 在节奏上做了一个变化 郑清文呢 以为这个球有些浅是上手的机会 但是没想到对方这下拳球还是很转啊 吃了对手的就转 哈哈 40比30 还有一个局点 发球值得二区 发了败角 二区的一发 发球值得之后呢 郑清文完成了第二盘的第一个 保发 2比0 比分呢是郑清文2比6 2比0 他那个下选球就是挺转的 然后他向前 他向前上步进攻这一下 一下打下包 所以他是有节奏上变化的 比赛之前聊天的时候 我也是谈过了啊 来到了科赖吉斯科巴第二盘的 第二的发球局 目前呢他是0比2 这个和第一盘的开场是一样的啊 郑清文破发 保发 2比0 一区发外角 郑清文揭发做得不错 科赖吉斯科巴呢通过调动郑清文 拿到了这一分 郑清文的回球呢打下了包 科赖15比0 二区的一发呢 这个球是发长 内角方向的发球 好 郑清文正手接过来 揭发做得不错 看看底线较量 郑清文再攻对方反守位 浅了 郑清文放小球有了 漂亮啊 这个球呢还是有些随机啊 但是郑清文能够在节奏上做变化呢 说明自己这个心态 应该已经是沉闷下来了 咱们没缘分啊 你看马上就骂人了 就这种大傻子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可赖的二区一发被呼爆了出界 发内角郑清文双反接过来 再找对方反守位 双反直线变线 球打下了网 客气 客气 克莱吉特娃30比15 我记得我某屏号上 就是这种关键比赛都能上100 或者上200 现在可能就现流了吧 二区一发发下网 看看克莱的二区二发 没有什么礼貌不礼貌的 这个互联网上就是没有礼貌嘛 发外角郑清文双反接过来 揭发做得不错 双反斜线这一拍呢打长了 克莱吉特娃40比15 这个球还是有点着急 想这个 咱们没缘分啊 咱们没缘分 现在呢克莱是拿到了两个局点啊 一区发内角 内角方向的发球发长 一区的一发没有发近 可能二发 来 看台上还是有人在干扰啊 这个球迟迟的发不出来 发外角 克莱呢发出了双五 现在呢是 40比30 行 来 看这个 能看懂吗 能看懂吗 发追身 比分 郑清文正手接过来 看看底线较量 两个人在耐心地拉底线 中路过渡球 都没有拉开角度 球也没有打前 加油 加油 郑清文 双反斜线的扫射 现在呢是把比分追成了平分 加油啊 加油 由于甚至是人請 록 演奏 including ура 叫發球局 柯瀨的一曲一發被胡抱了出界 二發發那角 正經分雙反接過來 柯瀨這排正手斜線啊 打出了制勝分 現在這個就是能力啊 畢竟是前十級別的選手 現在呢 柯瀨再次獲得了局點 第一盤正經分是2比6 二曲一發下網 這是正經分的機會啊 要搶對手的二發 果斷的搶 大膽的搶 勇敢的搶 雙反斜線掃射 漂亮啊 正經分雙反斜線的掃射呢 造成克萊吉斯科巴回舟下網 這樣呢 又是平分啊 一曲發外角 正經分正手接過來 揭發做得不錯 然後 柯瀨呢 是一個1-2-punt的戰術啊 發外角啊 正經分雙反斜 隨後呢 打場地內的碰盪 這樣呢 是克萊吉斯科巴 獲得了第三個局點 你們要是每次進來都問比分 我回答不過來 我只能這一局打完再跑啊 底線較量 正經分雙反直線變線 壓迫足夠深 哇 形成了多拍的對抗 柯瀨吉斯科巴太厲害了啊 雙反斜線啊 這一拍是打出了制勝分 正經分呢 也是被牢牢的盯在了原地 這個多拍較量呢 柯瀨吉斯科巴是對線了局演 現在呢 第二盤比賽 正經分是2比1領先 手中呢 是有一個破發的優勢 舉間休息之後 將是正經分第二盤的第2個發球優勢 因為每個人要是進來都問比分的話 我真的回答不了 好吧 有Ricky來了 他還是挺厲害吧 那那我應該怎麼樣呢 我得跪著是嗎 但是你看我的直播不是我也 我也從來不賣貨什麼的嗎 對吧 我當然記得你啊 咱們互動過呀 其實很多這個互動過的人我都記得 那你說我應該怎麼辦 我這直播 對吧 我也是免費的 然後我自己在說著玩 是吧 這不是牛逼嗎 不牛逼吧 那沒辦法 那這個 行 那就這樣吧 沒事 我認了 牛逼就牛逼了 反正我是覺得我還挺客氣的 就至少講理吧 能這麼說嗎 我不知道啊 反正你每個人可能有自己的看法 來到了鄭親文第二盤第二個發球局 咱們繼續看比賽 一區發外角 發球直得 柯萊吉斯科巴 柯黨街發下網 這個外角方向的發球呢 球是拉開了一定的角度啊 柯萊向右側移動之後 把球打下網 鄭親文 15比0 二區一發 柯萊又是下全球回過來 他這個接發球呢 有一個特點就是 他經常下全球一揮 就比如說對王心瑜的比賽就這樣 太狂了 鄭親文 著急了 這個球呢 對手的場地內空當 已經露出來了 但是自己這排正手直線打飛 沒有把球控住 也是擊球點不夠好啊 並不是打在甜點上 沒有把球包裹住 15比15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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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直播畢竟是我自己玩 你知道吧 如果要是這個 因為有的時候呢 是你們沒有做直播 你們不知道什麼 有人跟我說什麼所謂格局不格局的 用不著格局啊 本來也是免費的對不對 我自己也是說著玩 能有這麼多人捧場 其實還是挺好啊 感謝大家 鄭親文的一驅一發呢 被呼報了出界 他再要了挑戰啊 來看一下 沒有挑戰 那就認定這個一發出界 發內角 可來 雙粉接過來 正手斜線這一拍 為什麼會打飛啊 還是擊球點判斷的不夠好 嗯 15比30 這個球感覺是有些著急 你說的這個心態著急了是吧 可能有點 因為從他臉上能看得出來 2區 翻內角 內角S 30比30 我不做直播 不做直播 不是我 不是我 是這個賽季的第40個S 在S榜當中呢 是排名第一 是這麼理解吧 這個數據 鄭親文 正手直線 攻克賴反守外 克賴回球出界 40比30 鄭親文呢 現在拿到了局點啊 不要著急啊 一定要把握住機會 恭喜 恭喜 那我想問一下 做直播那到底是圖什麼呢 像我就圖一個自己玩 那有的人可能比如說有些什麼帶貨什麼的 但是我不做這個呀 所以你說我 所以你說我不適合做直播 反正也做了這麼長時間了 反正也是一直會這麼堅持下去 那董璐適合做直播嗎 這個李十三適合做直播嗎 對吧 他們不是也都 他們比我狂多了 他們 他們可比我狂多了 底線較量 鄭親文小碎不了整做得不錯 開始調動克賴 克賴是把球打飛了 鄭親文呢 完成了第二盤的這個寶發之後 現在是3比1 用了26分鐘 打了4局 目前呢 鄭親文是3比1 接下來呢 是一個關鍵局啊 克賴一區內角發球是發長 我播了圓越比賽了 但是輸了 發進 鄭親文接過來 這是一個追身發球 在調動鄭親文 鄭親文向左側移動當中的這排氣球呢 把球打長了 15比0 克賴呢 拿到了第一分 再破一局很難啊 那你有沒有留意到對手的失誤 我攻對方的反手位 對方的反手是不是也失誤啊 二區的一發呢 這個球是沒有發進 看看二發 發外角 呃 重新發的一發啊 這是 是沒有發進啊 這個球發長了 二發 鄭親文正手接過來 接發球出界 克賴呢 是發球值得之後 30比0 這肯定呢 21歲的鄭親文 比29歲的李娜差遠了 一區發內角 內角方向的發球發長 我想問一下 你說我牛逼 我牛逼在哪啊 我也改一改 好吧 克賴在調動鄭親文 正手直線打出了智勝分 呃 這樣呢 是 克賴40比0 三個局點在上 三個局點啊 不愧是自己的發球局啊 不愧是高排位的選手 其實說今天一度是 第四 第五啊 排名 就是上半年 為什麼你看不見啊 你先看看這個 先看看這段話 克賴發球失誤 一發不進 看看二發 發內角 鄭親文正手揭發球下榜 呃 克賴是完成了一個 直落四分的寶發 現在呢 比分呢 是鄭親文3比2 第二盤 第一盤呢 鄭親文是2比6 現在是3比2 哦 克賴上半年拿過一個 一千分的冠軍 對吧 打敗了西維亞昂凱克 對吧 打敗了世界第一 應該是就是中東的一戰比賽 是不是阿布扎比啊 哦 敵敗是吧 敵敗 不是 我也想提高提高嘛 這不是說我牛逼嗎 嗯 我就是想知道 是哪個哪個環節做的不好 哈哈 我覺得拿李娜比鄭親文 其實不太公平啊 不太公平 你沒被拉黑 你在直播間裡啊 時間 我就是正常的解說 對 你看 這朋友說得非常好 就是有鄭親文這種比賽 像過年似的 大家都關注 這樣不好嘛 對吧 我覺得這話說得非常好 現在呢來到了鄭親文 第一 第二盤的第三個發球局 目前呢 他是3比2領先 一區發外角 柯瀨下拳球接過來之後 球搶了 鄭親文馬上正手直線 打出了一個制勝分 這是一個走線球 這排正手直線呢 還是出手相當堅決啊 一個半開放式的站位 二區一發 外角方向的發球呢 發出了戒 二發發外角 柯瀨這排雙反直線呢 凹塞印沒有打中啊 這球打出戒 凹 30比0 這是鄭親文的發球之德 這個球是柯瀨想搶二發 但是出現失誤 沒有搶到 一區發內角 內角S 漂亮啊 40比0 現在呢 鄭親文是拿到了三個局點 先飽發啊 然後再說後面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 要是想拿這500賽冠軍 面對這麼強的選手 真的得 心裡非常強大 接發過來 鄭親文正手斜線 漂亮 又是制勝分 這樣呢 鄭親文是40比0 哦 40比0啊 沒事沒事 鄭親文呢 拿到了局點 又是半開放式的站位 正手的 應該算是直線吧 打出了制勝分 就是這個球是抡起來了 三個局點 二區一發被胡豹出界 外角方向的發球 還是在找對方的反射位 發內角 柯瀨把球打 這個球呢 鄭親文對線的局點 二區的二發是發了內角 非常好 柯瀨這個球沒有搶到 他對鄭親文二區發內角呢 我覺得準備不足 球啊 是揉在了自己的手裡 也就是接發球這一拍呢 球呢 基本上沒有怎麼往前走 我就把這種行為 我會把這種接發呢 形容為 這個球揉在了手裡 因為比如說我要跟別人打 打比賽也會有這種情況 一區發內角 內角方向的發球發長 這是柯瀨第二盤的第三個發球局 正親文 正親文雙反接過來 接發做得不錯 中路過渡球 正手直線找對方反手外 雙反直線調動對手 柯瀨正手斜線把球打出了界 這樣呢 鄭親文是15比0啊 在對手的發球距離 現在拿到了第一分 二區一發 這個球呢發敗一下 發出了界 不是說我那什麼嗎 不是說我狂嗎 還是發正親文反手外 正親文接過來 這個球有些擦網 看底線較量 球有些錢 柯瀨上網了 往前接機這一拍 出界了 謝謝你 這個球呢 是柯瀨呢 看到了機會 隨後呢 隨球上網 但是往前接機這一拍啊 反拍的接機呢 把球是打到了這個狼道 正親文30比0 在對手的發球距離 拿到了前兩分 一區發內角 內角方向的發球是擦網進板 要重新發 正親文 正親文雙反接過來 接發做得不錯 防守啊 這一拍啊 這一拍是柯瀨吉斯科巴的 正手斜線呢 打得重複落點 正親文呢 再殺回馬槍 這個回球是直接打下了保 這就是柯瀨的經驗啊 15比30 柯瀨呢 現在仍然落後一份 二區發內角 二區的一發是發長 發出了勁 看看二發 正親文還是要搶他 發勁 正親文雙反接過來 柯瀨正手 側身的正手直線 又是一個制勝分 30比30 這確實是高排位的選手啊 他自己形容自己應該是 三巨頭四巨頭 就是僅次於西北洋泰克和薩巴倫卡 他應該都沒把來巴基納算了 他說自己應該是三巨頭之一把 還是四巨頭之一 我忘了 有個這樣的說 有個這樣的話 一區 發內角 一區的一發呢 被呼報了出界 對 他上半年說的 對 發出一身 正親文正手接過來 接發做得不錯 正手反接線 找對方反手 柯瀨把球打下了網 正親文40比30 逼出了破發點 現在呢第二盤比賽 正親文是4比2啊 如果要是能夠破發的話 5比2 應該說 對正親文來說 第二盤呢 優勢就相對明顯一些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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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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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找正親文的反手位 2發 正親文雙反接過來 正手斜線 中路過渡球 柯瀨把球打出了界 正親文完成了一個關鍵破發 目前在第二盤是2比5領先 5比2領先 正親文在第二盤目前是5比2領先 兩拓對手的發球局 感覺呢第二盤的主動呢 現在已經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了 舉間休息之後 將是正親文的發球勝盤局 太容易嘴 對 太容易嘴瞟了 是我也確實得有點代入感 要不然你說我這直播沒有畫面 對吧 我希望第二盤如果要能6比2結束的話呢 大家刷一波老桃米加油啊 這是在我直播間裡的專屬 第一盤正親文是2比6 這場比賽如果真的能奪冠 其實是突破自己 就像那個梅王當時打這個 這個叫布隆澤蒂 當時決勝盤2比4落後 後來完成了一個逆轉對吧 所以那場球是一個很掌球的比賽 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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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的發球 二發呢 鄭其文這個高彈跳的上旋 發出了戒 球是發長了一些 0比15 雙五 二區一發 又是發內角 這球還是 沒有 還是發下網啊 二發發進 柯瀨雙反接過來 正手斜線調動對手 下神球回球 鄭其文上到前場 柯瀨挑高球 鄭其文被拉回到後場 哦 這個球啊 鄭其文的防守呢 是等到了機會啊 柯瀨呢 是把球打出了戒 這排反斜線的抽擊呢 打飛了 15比15 我覺得還是會緊張 因為 這觀眾來的也不少 一區發外角 柯瀨科黨接發過來 鄭其文在調動 柯瀨吉斯科娃 柯瀨吉斯科娃 這排反派的切笑呢 把球打長了 這樣呢 鄭其文是30比15 我覺得柯瀨現在挺緊張的 二區的外角S來了 40比15 拿到了兩個盤墨點 這個球呢 柯瀨是意圖堵內角 他的揭發球策略是堵內角 但是鄭其文呢 發了外角S 所以這個 他堵內角的話 肯定是傾向於向右側移動 所以鄭其文這個外角呢 是直接發了S 盤墨點上 柯瀨吉斯科娃 鄭其文發界 這排正手直線啊 被胡抱了出界 有點著急這個球 40比30 鄭其文還有一個舉點 二區一發 發球值得 這樣呢鄭其文完成了寶發之後 現在把比分翻成了1比1 雙方他將打決勝盤 這個球呢是發對方的反守備 柯瀨的拍頭碰到了球 球是出了界 大家應該打一波老桃米加油啊 打一波老桃米加油 我要抓了火 稍微給鄭其文加點油啊 老桃米加油是我直播间的专属啊 必须得老桃米加油啊 刷起来啊 刷起来 哦 还有刷礼物了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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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桃米加油啊 别停啊 刷起来啊 刷起来 老桃米加油刷起来 刷起来 刷起来 这是我的直播间啊 我觉得这个科赖奇斯科安美者会离场啊 他有可能会接受一下 他有可能会去这个休息室 其实我赛前的话是说要做好三盘大战的准备 对不起 好 都不是善茬啊 那肯定 哪有善境的啊 现在呢这个盘间休息啊 这个这个这个谁啊 克莱吉斯科娃是回休息室 稍等一下啊 然后他才能再回到场地内 主要看一发是吧 我觉得这场比赛完了 我应该会把这个技术统计 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回顾啊 打扰发视频 打扰大家也关注啊 尤其是我的主页上会 发很多郑青文的视频 你现在看我的主页 几乎就是郑青文官网 全日郑青文这个比赛的 这个不管是回顾啊 还是就各种吧 各种内容 嗯 输了就不回顾了 克莱本来他的脚趾是有伤的呀 这个没有错 但是他现在镜头不给他 就说明他回休息室了 如果要是伤形的话还是会改的 这点赞可真够少的啊 才三万多才三万六啊 没事啊 大家看自己心情啊 都行都行 我跟郑青文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喜欢看他的球 对1比1 1比1现在 好像这个离场 这个离场 这个休息室没有时间的 我印象中就是大V打那个什么桑切斯 那桑切斯回休息室就是回休息室 回了十分钟还是回了多少时间啊 然后把大V那个出道的那场比赛 一下把他在这个士气就给磨没了 老康米是谁 对 老康米是那个 给他爱舞那个人吧 现在柯赛应该是怎么着回场地了吗 没没看到 柯赛已经回到了场地内 决胜盘比赛 即将开打 我们和郑青文一起战斗 战斗 这边还没看到 这边还没看到 不这边价格 不是这边价格 是没有什么 不错 还是因为 快点 没看到 这边是 感谢观看